大家好,我是安峰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这期算是上期的后续 也可以算作为一个单独的一期 上期我分享了 如何把一台廉价的打印机 升级为无线打印机 要注意的是 我的打印机才不到200块钱 给它升级一个无线打印的功能 还是挺划算的 怎么搭建的 可以看我上期的视频 那么这期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简化一下打印的流程 现在很多的场景 尤其是家里的使用场景 是这样的 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都在用手机 很少开电脑 家中又只买了台有线的打印机 如果有人发给你一个文档 需要打印的时候 比如作业了 需要签字的文档了 你想打印出来 常规的操作是这样的 首先需要打开连接有打印机的电脑 然后把手机里的文档 通过某种方式传到电脑上 然后再用电脑进行打印 对吧 那么今天简化的流程 就是手机可以直接打印文档或者照片 不用通过电脑这个环节 用到的桥梁 就是上期我分享的无线打印服务器 而且如果你想打印照片的话 打印出来的照片大小 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设置的 只要没有超过打印机最大支持纸张的尺寸 你都可以打印的 这期分享的内容是这样的 iPhone手机和安卓手机 直接打印的玩法会分开分享 然后视频后面 我会简单分享一下 对于不想搭建无线打印服务器的朋友 如何让连接有线打印机的电脑 变成无线打印中转的桥梁 这样的话手机就可以直接打印了 当然我后面还有一些说明 这些都是值得看一看的 OK 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式分享 用一个实际使用场景举个例子 其他情况类似 很简单的一个场景 微信上有人发一个文档 自己需要打印一下 这里面文档的打开 我使用的是WPS 演示打印之前 需要登录一下打印机控制页面 进行相关打印参数的修改 跟上期介绍的基本一样 点击这里 选择这个 这样就进入到了打印机默认参数的设置页面 根据你的需要进行修改 尤其是别忘了颜色的选项 其他的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注意在手机上 iPhone原生打印服务的参数是无效的 基本上都是按照打印机的默认参数进行打印的 所以如果要修改相关打印设置的话 需要在这里进行修改 修改完成之后 点击这里 这时候需要输入账号和密码 正常输入 确定 这样就修改成功了 相关的可以看我上期的视频 我们继续 回到之前的场景 在对话框中 点击文档 然后点击右上角菜单项 弹出的对话框 选择用其他应用打开 然后找一个选项叫 拷贝到WPS Office 点击这个选项 然后就会用WPS打开这个文档了 打开之后 点击右上角的关闭键 关闭一下这个文档 然后再打开这个文档 这样操作会更稳定一些 然后选择工具 切换到文件选项 点击一下打印 文档就会传到打印页面 选择你局域网内之前建立的打印机 可以选择打印几份 点击一下这里 打印页面的范围 根据你的需求都可以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黑白的选项其实是无效的 之后会再讲一下 设置完成之后 点击打印就可以正常打印了 iPhone手机需要用到的APP 叫图像大小 可以自行去App Store下载安装 我们试着打印一张照片 直接可以点击照片APP 选择一张想要打印的照片 然后点击分享 点击图像大小 这样就进入到了图像大小的APP 这时候就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先设置需要打印出的照片大小 即画布的大小 然后可以通过触控 调整图片在整个画布的位置和大小 确定好之后 就可以点击打印 弹出的打印机选项 正常调整需要的参数 完成之后 点击打印 这样就可以打印了 注意图像大小 这个是免费的APP 所以会有一些广告 关掉就可以了 首先需要用到的APP 需要安装一下 就是这个Printer Cell 然后需要进行一些前期的设置 点击这个APP 点击继续 然后点击选择打印机 附近的WiFi 然后选择网络上的这个共享打印机 这时候会让你下载一个驱动包 点击是 然后等待处理完成 这个过程可能时间比较长 根据自己的网络环境而定 当然第一次是需要这样安装的 之后就不需要进行这个打印机的驱动包安装了 配置完成之后 你可以打印测试页试试 当然我知道这个已经可以使用了 所以就点击忽略了 然后我们开始微信那个场景 进入微信 点击需要打印的文档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拆单项 其他应用打开 选择Printer Cell 然后会进入到Printer Cell软件 这时候第一次使用文档打印 也需要下载一个驱动库 正常点击是 等待下载配置 这个还是根据各自的网络环境而定 比较慢 不过第一次之后就不需要再下载安装了 完成之后就出现了打印的预览页面 点击选项 这里面就包含了所有打印机需要使用的参数 而且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 这里面所有参数的更改都是有效的 根据你的需要进行相关的设置和调整就可以了 设置完成之后 直接点击打印 点击好 这样就会发送给打印机打印文档了 我们开始照片打印的操作 打开相册 选择一个需要打印的照片 然后点击分享 点击Printer Cell 进入到Printer Cell 这个APP 这时候点击选项 然后这里面的各项参数都可以改 跟前面说的情况是一样的 就不赘述了 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打印不同大小的相片 调整相关的参数 达到你的需求之后 再点击打印 点击好 这样手机就会把需要打印的照片 发送给打印机进行打印了 iPhone手机原生的打印服务 相关参数是比较简陋的 而且基本上对于打印机是无效的 简单举个例子来讲 假设你在iPhone手机设置要打印黑白的文档 但如果打印机服务器上面的默认参数是彩色的 那么打印出来的东西就是彩色的 对于安卓手机来讲 原生的打印服务很不友好 所以使用了Printer Cell 这个打印服务 这个服务比较大的优点是 APP当中打印参数的改变是可以对打印机生效的 就是说如果在APP当中色为黑白 那么它打出来的东西就是黑白的 其他的参数也一样 当然以上都是我的使用环境测试出来的 实际的话 你也可以先测试一下 你自己的环境 做到心中有数 基于Windows共享的打印机 想要手机直接打印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解决的就是 如何把共享的打印机 通过手机可以识别的方式广播出去 那么这样就有解决办法了 对于iPhone手机来讲 电脑可以下载一个AirPrint Windows版本的一个软件 运行之后 选择你要共享的打印机就可以了 iPhone手机打印的方法跟上面的方法一致 对于安卓手机来讲 电脑需要下载安装一个Printcell的Windows版本 安装并运行 然后选择你需要共享的打印机就可以了 打印的方式 基本上跟上面的分享一致 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演示了 Printcell的这个APP是支持iOS系统和安卓系统的 但是其实这个APP是收费的 苹果是30块钱 安卓也差不多 但苹果版本不交钱的话 只能打印测试页 基本没什么用 安卓版的话 虽然也需要收费 但是免费版是可以打印的 基本不影响正常使用 我看了一下介绍 说免费版有限制 但具体限制了什么 我不知道 我没有碰到打印限制的问题 而且据说有破解版 有破解版 有破解版 我这期分享的主要内容是 手机如何直接打印的步骤 关于打印出来的质量 纸张的大小等等的问题 我仅是根据我现在打印机 环境的情况来测试的 可能不具有普遍性 建议大家在手机 首次使用打印机测试的时候 打印机的纸张 最好使用打印机支持的最大纸张 这样可以以防万一 千万要注意 同时 建议大家如果有问题 先多看几遍我的内容 也许哪个细节被你漏掉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还请多多的点赞分享关注投币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 感谢支持 我是韩风 我们下期见 拜拜